歡迎回到職業電競聯賽 剛剛SASA隊上FLY是由SASA這邊拿下勝利 有出奇福利的崩號快攻 看來是收到了成效 接下來SASA算是要打這位也算前隊友 Slam 十年Slam 因為之前SASA是以外籍中兵的方式 然後加入橘子熊有在我們上一季的TSL職業電競聯賽當中出戰過 接下來我們看到SASA是加入FANATIC戰隊 他現在要對上席日隊友十年 這邊來看一下今天兩位要怎麼發揮 因為上一場我相信Slam應該看在眼裡 上一場被光砲表成這樣子 這一場應該是自己要小心一點 是 是 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到的神蟲對戰是在雅齊龍方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藍色藍色的神族 我們現在看到這五點鐘的方向 那這是我們瑞典神族是SASA 這在五點鐘方向 是 接下來我們看到是紅色紅色的蟲族 對 這位是橘子熊的Slam 那是在十一點鐘的方向 也是當兩人圖 所以這一定是在對點 好 看來SASA要用差不多的開局後 一樣把水銀塔放在自己的家裡面 這個是讓自己的一個營運極大化 就是工兵不用走出營 那再加上還有一點就是 你可以把自己的野鏈手藏在家裡面 那一攻的 深一攻的timing點 對方就會很難得知 就算可能例如說七分鐘偵查太免道了 你進去看 看到他在轉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轉 對 那不像在門口 你可能一轉 對方剛好一隻狗上來一瞄就看到了 但是如果野鏈廠放在自己家裡的話 這個二礦門口的建築圈就會比較晚一點點 對 唉唷 不一樣喔 他變了 哇SASA你變了 你變了開局啦 這邊的話 兵營先放下來 這是一個單兵營開局 然後就看一下 等一下他下一個建築物是什麼 對 這個也是現在其實算是 神族也是 也是蠻常見的喔 當然主流還是一個二礦開局 不過跟之前的自由之一比起來來講的話 現在這個單兵營開的神族 已經算是比較常見 我們看到十年這裡挺大膽的 對 直接用裸霜 那其實這個都是可以接送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的 你一開始不知道對方的開局 那你也沒看到對方的公兵過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先裸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對 那你只有對方公兵過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拉隻公兵跟著他走 預防萬一一下 或是你要拉你門口的 就是第二隻王蟲放在自己的二礦 看一下也是可以 好 它放下的是BY機械控制核心 然後生產的第一隻是 哇 是這個狂戰士 對 選擇了狂戰士 那這時候已經放下了二瓦 這個第二個瓦斯 有點慢一點點 算是以前的主流放的timing點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單框開想要怎麼打 好 第一個 狂戰士完成之後 是不是會來鬧一下重組呢 對 這邊應該還是一定會往前走 因為基本上你是單框開 你一定要給對方一點壓力 那這邊的話 喔 史雷已經看到了 對方沒有開二礦 那這邊的話家裡面 喔 再看到對方沒有獨口 第一時間家裡面已經放下瓦斯場 這個一個非常正確 要不要去他家裡飛飛看呢 對 現在王蟲應該會先躲起來 看一下二礦下的十幾點 那現在我們看到SASSE 放下的第二隻也是狂戰士 是 欸 小雷心裡到底在打什麼樣的算盤啊 對 狂戰士這是很正常的啦 因為你這邊的話 雙狂戰士直接做一個前壓 那沒有追劣 只是差點不能射王蟲而已 嗯 那現在是生產了一隻哨兵 哨兵可就能夠射王蟲了吧 但是打得有點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要看操作 哇 這邊兩邊都在操作 哇 這邊史雷的操作很不錯啊 嗯 這個就是我講的就是那種細節的操作喔 對方有會操作 你也會操作 對對對 你來我往就是一個精彩的比賽了 對對對 那剛剛那邊的一個操作師 做得相當相當的不錯 預判隊友的走位 他最後是犧牲了三隻 一把蟲回到對方一隻狂戰士就算賺了 好 你這個王蟲呢 是擺在一個主礦跟二礦的中間 俠口這裡喔 對 偷看到了對方的二礦 那現在這邊SASSE 現在已經出來開礦 選擇的是兵營開喔 1 2 3 4個兵營 所以又再多放了3個 4個 欸 多放了3個 對 放了3個 所以這邊已經來到士兵營 那門口是不是還會再放一個水晶塔 做讀口呢 沒有喔 因為門口再放 再塞個水晶塔 你就可以直接用狂戰士做讀口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欸 看到對方走了過來 那要不要來讀一下 對 狗狗要來前壓喔 有 放了放了放 對 來 然後用狂戰士把門口塞住 好啦 那這邊的話已經塞車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動彈 所以這邊 實在應該這時候 是要選擇回去放自己的三礦嗎 敢嗎 對 應該 要或者自己開礦嗎 這個看 喔 它選擇放下了第二個瓦斯層 瓦斯 等一下來留意一下喔 現在還在刷工兵 喔 這邊我們看到這個 前置水晶就是 已經被王蟲看在眼裡 而且 十年特別把王蟲停在這裡 告訴你說 欸 我看到囉 對 那這邊的空間之門已經好囉 那這一個 還不取消嗎 對 這個 但是這個應該是 來得及嗎 因為工兵還在前線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刷兵 好 已經在刷了 但是工人是刷樓梯下面 另外這邊又放了一個水晶塔 好 後蟲快跑 後蟲快跑 後蟲你不要想不開啊 殺掉後蟲的話還不錯喔 欸 有選擇 對對對 好 硬咬 硬咬 這邊這個很難咬掉 對 不過家裡面的第四已經好了 那現在開始爆出 後面又有這個 追獵跟哨兵來到了前頭支援喔 對 那現在這邊 不過是 零攻喔 零攻的部隊 所以其實應該還是可以守 那家裡面沒有放張的凡子場 只有大量的狗啊 這個還是不能亂送 這個部隊還不夠 可能是有點多喔 那等一下 哇 薩瑟可能會刷更多的 好 對 要給他壓力 我們直接拉出來就是 如果你要硬推我就拆你水晶塔 對 那這個沒有辦法截後援啦 因為神主是直接刷兵在前線喔 好 我們看到薩瑟自己家裡呢 是放下這個目光議會 即將就要完成了 那前線還是在刷黃戰士 哇 這邊想要打一個直接往前走 那家裡面放下目光議會 我覺得這一波不好守 不好守 這邊是要選擇直接上嗎 沒有辦法直接上斜坡 我們看到 好啦 兩顆 盾 兩顆光盾 不過這邊應該是可以守 第四可以指定先把哨兵點光 因為這邊看到時空扭曲 感到非常的有趣 因為其實狂戰跟翼化蟲 都是近戰單位啊 對 那但是這邊的話 可以讓對方的一個資源 會來了慢一點 喔 這邊守住 沒有問題 不過死掉了 喔 十一隻工兵 有點虧 可是其實沒關係 你這邊的二礦 二礦趕快刷農比較重要 那薩瑟的一個科技是有補起來 工兵的數量也有刷起來 29隻 我們薩瑟自己家裡是放下的 現在是特別大降價的 這個暗影聖殿了 哇 這邊要直接轉一個combo啊 黑暗聖殿 引刀要出現了 在我們種族之星的版本 黑暗聖殿所需要的瓦斯 是比較少的 對 而且你很有機會 抓到這個time點 因為你前期鬧到了對手 很可能導致這邊 十年會對於自己 因為你這邊被鬧到之後 你的生理時鐘會亂掉 所以你會沒有辦法判斷 就是這個時間點 你該就是做爭議 但是因為你剛剛被打過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時間 腦袋混沌還沒有清醒 對 沒錯啊 你整個時間還沒有轉過來 所以你可能會完全沒有留意到 所以家裡面可能就不會放包子爬青蟲 欸 不過這個剛剛是有看到 喔 這個是有看到 喔 這個如果有看到的話 有看到 有沒有猜到 但是王蟲看到 不代表選手有看到喔 這時候十年是放了自己的 第三個主堡 那這個第三個主堡 似乎是放在自己的家裡嗎 還是 喔 不是 是在進行 我們主堡的升級 不好意思 我們看到這邊 是在升二本了 對 現在在升二本 那這樣的話 對於對手的一個 喔 看到了 看到了 但是 被砍 砍他一下 他不砍 喔 砍了 喔 這個磨刀貨 那家裡面就要趕快放下 直接放下包子爬青蟲 對對對 這個第一時間非常非常重要 再卡 再卡 我卡 我卡 其實會不會直接走進家裡砍工蟲 會比較划算 欸 其實剛剛他應該是要往下 但是可能是因為他被卡住 動彈不得情 或是壓 他的指令就直接就是 就直接他就 可能就放點了 路不轉人轉嘛 對 那可能他因為他不小心走進了死相 他一瞬間覺得心慌意亂 喔 對 這是比較沒有辦法 那現在這邊稍微溜了一下 不過我打掉了一個蟲胎瘤 這樣只有賺到蟲胎瘤跟幾隻狗狗 其實對於生產 就是我們引刀所需要的成本來講 其實是有點虧的欸 對 不過整體來講 薩瑟的營運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現在開局的那一波真的是有賺 那這邊的話 薩瑟目前的工兵 現在還領先五隻 而且再加上現在 現在十年才放下自己的三礦 二十年的這個感染蟲巢 是已經快要完成了 那自己的二宮二房 陸地部隊蟲的 這狗狗二宮二房 是即將也要完成 好 我們看到 哇 薩瑟呢終於打通二礦跟三礦中間的石頭 來到這裡一看不得了了 有個蝗蟲在這裡隨地便利啊 對 那想要咬掉對方的蝗蟲 結果這邊的部隊有點送掉 哇 這一個timing 打得非常非常準確 我們把哨兵換光了 不過這邊的話 引刀是專門 引刀一刀一隻齁 所以是專門殺這個 不過這邊立刻家裡面刷狂戰士 哇 這邊的話 我覺得slame的這個timing的一個進攻 掌握得非常不錯 已經應該是可以鬧到 而且鬧到不少 我們看到這邊二礦 哇 在殺工兵在屠農啊 對 立刻衝到主礦中二礦這邊呢 直噴我們的礦區來殺工兵喔 已經殺掉11隻的工兵了 對 在前期虧的已經把他撞回來 而且重點是sase的山礦 還沒有辦法放下去 因為他部隊很難 還是沒辦法去清那隻王蟲 還沒有清掉喔 重開還在 對 重開還在 不過現在追劣來趕了 來趕人了 哇 警察取締囉 是 來 叫王蟲抓 好 十年終於有自己的三礦了 是放在我們地圖的九點鐘方向 現在這邊 是把王蟲趕跑 不對 是直接把王蟲擊落了 這邊再生工坊 二工二坊 選擇的是感染蟲 我們好久不見的感染蟲寶貝 對 連劇情都沒有機會進化了感染蟲在 這個代理人家直接打 進來之後是先來砍我們的包子爬蟲 直接砍包子爬蟲 現在有沒有辦法 可是這幾個王蟲變身 要17秒的有限時間 有有有來了來了 已經出來了 它第一時間就變 是 那這邊的話看一下家裡面的兵 哇這個 工兵要趕快拉走 因為工兵會被硬點 對 那這邊的話後蟲就要硬打 對方 後蟲表示 後蟲也紅起來了 後蟲壓力很大 後蟲直接被打死了 喔那這邊的話這一波 哇這一個變了兩隻 這個要直接打不可活路 這個timing抓得很好 因為它抓對方沒有蟑螂 那你沒有蟑螂我一定這個 擋不了執政官 對執政官就無敵阿 這個執政官走無敵路線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一個操作 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個不得了 執政官潛壓的同時 家裡又要轉巨像了嗎 剛剛是有看到說它要蓋這個機械 你就是 哇這個包得不錯 唉唷這個包很好 直接recall 直接recall 直接recall走了 因為主礦已經爆了 是 這個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只能做抉擇 那這個我們這邊的話 就主礦爆了 三本喔 這個是三本阿 大家知道三本爆了代表什麼喔 哇這個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還好我們這個攻防 已經快要升級完成了 對 但是這個三本好的時間點 因為太短喔 這生命太短暫 來不及放下你想下的東西 例如說 你想下雷獸洞穴 對 或是 你甚至沒有螺旋塔 所以沒有辦法這個空頭 真的會搞死人 才能夠切壓來拖時間了 對 那這邊的話 Slam7到一個不行 這邊直接 哇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就是recall 對 我們看到recall回家之後 這個部隊量還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等於說你放掉了自己的三框 可是 你沒有辦法造成對方的傷害 齁 那這個也是 薩瑟在這場做得很好的一個地方 要不要被迫取消呢 對 來這邊 凶惡的定住 但是定住 你沒有辦法 對 但是你定住他 但是沒有辦法讓對方 又定住 這個丟出了一個躲避球 好 守住了 但是 哇這個三框營運變成 一框營運 而且工兵剩二十一隻了 直接被打回 神族這邊是連巨像都出來了 對 被打回封建時期 現在Slam7打著打著 我覺得這個 變成中低收入戶了 對 Slam7這邊 是已經打出風采了 是 這個各種 這個剛剛的那個空頭 其實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再加上正面的一個進攻 這陣子的休息城前 看來是學到不少的東西 對 沒錯 那這邊 正面的部隊Slam7是 漂亮的打風門口的石頭 現在做成一個天然的屏障 對 這個其實你沒有辦法打通啦 你這個只能從正面 我們從正面 我們有時候 沒有辦法 情況之下你要選擇 喔這個丟出了 天女善花 是 這個 巨像一出來就面臨 趕快往後啦 面臨崩 其實拉走了 不過這邊只有這個小蟲蟲 那實在是這個輸出 其實是有點不給力的 幫忙打一下門口嘛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神竹的二礦主堡 變成超級光炮 對 那這邊的話 這個輸出還是非常非常給力 那時間 時間是不等人的喔 我們看到這個小蟲 但是問題是橄欖蟲剛剛丟了那麼多蛋 他還有能量嗎 對 現在 沒了 他現在沒能量了 丟完蛋進圓絕 那我們現在就只有少量的狗狗 可以作為攻擊的單位了 有有有 這時候我相信 阿斯蘭這個帳號等級不夠高 竟然沒有辦法跳舞 在這種關鍵時刻 橄欖蟲不能跳舞 這你敢信 他那時候跳舞 你說對嗎 就有風采了喔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在講求 比賽重點是風采要打出來 了解 我們現在這麼虧的一個機會 我們看到人口 是完全是一個相反的一個機會 你竟然不能跳舞 這個完全是處於一個 心情很糟的一個階段 是 那這邊沒有辦法我們選擇往回啦 就這樣面臨烈士也是要微笑以對 是 就是想要傳達這樣的精神 對 沒錯 在剛剛那個moment 跳舞然後打出GG後 那個風采 是多麼的迷人 了解 你以為你是唆吶嗎 對 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感傷 對 那好 走人 好 我們看到現在巨像在升級他的射程 而這時候人口差距來到了60之多 神族領先60喔 對 這時候蟲族到底還可以怎麼樣來扳回這個烈士呢 對 剛剛已經跟你說了喔 是 只能夠靠風采了對不對 對 剛剛那個timing點就是 哇 這個就是 沒關係 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看到對方這個部隊量其實就知道了 了解 所以最後是由Sase 對 贏得了勝利 恭喜囉 哇 這很像他個人的KOF 目前是獲得了二連勝 歷經前面的四連敗之後 他今天不斷的開火 而且是手氣越打越順喔 我們這時候還看到 他還用這個很洪油來提振自己的精神 好在這裡我們還是一樣請蛋打格幫我們講評 到底你覺得關鍵是在哪 對 關鍵其實我覺得那個多線空我做得很好 對 那其實第一波的那個timing進攻 我覺得實在沒有做到位 沒有守好 我覺得在開局的那種防守 因為對方過來一定是狗安石加哨兵 加少量墜裂 然後到你家門口再決定要刷什麼兵 那那個地方其實真的 我覺得蟑螂翻新場是不能省的 那個狀況其實你出個六隻蟑螂就好了 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那你出個六隻蟑螂那一波就可以輕鬆守住 對 那在你輕鬆守住之後 你後續其實再打後續會來得比較好打 那剛剛那個其實那一波打完之後 整體的經濟其實有點小崩盤 那接下來其實都跟對方是同樣的經濟在打的情況之下 那慢慢對方來做一個空投 那再加上兵種又剛好被嗑到 我覺得這一場的一個 Sasset的一個兵種嗑制 剛好是完嗑 剛好是完嗑Slam的 那Slam在剛才從還沒出來這個timing點 被對方的空投加正面的進攻 少了到太多東西 導致這個對方 導致自己最後做一個反推沒有辦法鬧到 最後那個反推其實因為架裡面是太慘 那已經那一波進攻已經有點算是最後的一個反撲 結果沒有辦法跳舞 我個人是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是 因為他沒有跳舞讓你今天不斷的吃螺絲 讓你今天不斷的情緒是動 我覺得吃螺絲是頭髮的關係 吃螺絲我有點不能怪他沒辦法跳舞 我覺得很帥啊 是是是 但是那個timing其實基本上那一波的進攻 如果沒有辦法打下對手 讓對方把後續的高科技跟進攻 無論是巨像或是職人官出來 你那個蠢狗的部隊其實就完全沒有損算 好吧 那接下來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就要進行SASA的第三場比賽囉